大家好 我是叫大孟 今年31歲 我來自貴州 那時候我叫好丑華丑 但是我家有一對寶貝 寶貝阿姨索卓 可是我跟他們那麼多了 我希望這個寶貝阿 能回家 31歲的張納默沒有任何文化 他對16歲之前的記憶 僅有自己的姓名和他帶著的平安卓 16年前他經歷了什麼 這對平安卓對他來說意味著什麼 他又是怎樣和這個改變他一生的丈夫相遇 今天他帶著平安卓和丈夫 一起來到節目現場 是否能找到他16年前的家 有請 大家好 林平老師好 林平老師好 你好來 你們是兄妹倆還是夫夫倆 夫妻 夫妻 請坐來 你們是來自哪個省啊 貴州凱里 你們來找什麼人 找我爸媽 找爸爸媽媽 你什麼時候和爸爸媽媽分開的 16歲那年 16歲 都很大了 怎麼分開了 16歲那年 被拐賣了 被拐賣到沙東 這麼大了怎麼拐賣 你說帶你幹嘛打工去啊 我小時候我家的五個人 我爸爸 我媽媽 我哥哥 我姐姐我 那時候我家黑丑 我們蓋了泥巴法 吃飯時候 沒錢買菜 我們都去山上 煎野菜 那時候我家黑丑黑丑 但是我家有一對寶貝 寶貝阿姨手鐲 就你戴的這個手鐲嗎 哦 這是什麼銀的 銀子 哦 這是你們家祖傳的 這個銀手鐲吧 那時候我 我姥姥 就給她我媽媽了 那時候我媽給我說 她小時候 毛病太厲害 太嚴重 後來我姥姥看 我媽媽快不休了 人家給我姥姥說 你打一堆一手 給你肚子戴下 你肚子倒 你肚子都保皮啊 後來我媽媽都戴下了 我媽媽戴媽媽媽都好了 你媽媽在什麼時候 把這手鐲給你了 那天啊 我姥姥生病了吧 這個手鐲嘛 我媽媽又傳給了我姥姥 我姥姥三個月以後 一直在穿上塌子 不能吃飯 一點水都不能喝 把手鐲一點 一點肉都沒了 把骨頭炸了 沒解掉了 我姥姥都死了 第二年我媽媽拿出來這個速度 我媽媽都哭 我問媽媽你哭什麼 我媽媽說 這個速度要是一切兒子 你姥姥帶著世界 你姥姥不在了 我媽媽也哭 我也哭 那時候她拿出來這個速度 給我 我帶她了 我帶她媽媽 我媽媽給我說 你別那堆了 這個是保你皮 這個速度吧 是我媽媽說保皮 可是我跟她們那堆了 十六區那年做錯了一件事 十二十五 我們那邊跳舞嘛 我就拿她給我們看了我朋友的表演的那個照片是吧 她說你來這個地方那麼好啊想不想去哈 那時候我們也沒去過哪裡 我們都跟她來了 我們五個人一起上車 開了二十分鐘 下去一對夫妻 那一對夫妻嘛 帶我 殺得我押走好車站 那時候殺得好車站 我們睡了一晚下 到了白石山嘛 他們又抓給了另外一對夫妻 那管賣我那一對夫妻嘛 開始走 我也想給她走是吧 那一對夫妻就說 你在那等了兩下天 兩下天以後我來接你 我就在那等了兩下天 到了第二天嘛 一個拿來回家了哈 那個叔叔挺大 兩下好多 逗逗 他都給我了五塊錢 不然我都不對勁 我想我不認 他給我五塊錢呢 是吧 我都花給他了 到了我等了夏天了 我感覺怎麼那一對夫妻 人家不來家我 我都知道了 那個一對夫妻 管賣這家來了 我就這個人了 我又他沒注意看我都跑了 他二嫂媽家那飯也啊 他二嫂說快點他跑了 快點他跑了 後來他二嫂去了嘛 他二嫂說 追我給我 快點回家 回家了 他沒有聽我家生氣 到了晚上什麼 睡覺時候 他二嫂在闖回家站著 他媽媽在鋪裡還趴著 那個男人嘛 下茶泡我 可是我不願意 他會畫我的頭髮 這個樣子 我的頭髮都 都畫出來了 那時候我害怕也不敢呼 那時候我抓住我手 寫了我媽媽 我原來是我媽媽 都是一個頭髮給我四十五段 我媽媽都好扯好扯 這麼累都對我那樣的 十六歲的好奇與無畏 改變了她的一生 這一次媽媽為寶納莫平安 而傳給她的銀卓 卻沒能保住她的平安 我這個抓我的手腳吧 我一定能回家 抓我媽媽去 可是走不了 他們看也太野了 到我的第二年我懷孕了什麼 我兩個月 我又抓了一次 那一次嘛 他們感覺我有殺害了吧 他們不看也不這麼急了 我孩子一直跑 到了白石像嘛 我上酒店沒口家是吧 我給人家那個酒店那邊 又繞了一包子 那個老闆娘給我了包子吃 後來老闆娘問我 你是哪兒 我說 我事實上呢 被刮賣到白石像 在這裡給我打拔手 尬尬火 到老呆十天嘛 那個酒店沒口家 一個女人來著小孩 那個小孩嘛 哭了 哭了她媽媽都抱著她 那日我都開吃我小兒子 我出來了 這麼小誰照顧她 他們管不管不知道 我都抓著我的手 我是回家還是找我爸媽去 可是我回家了 我兒子都 他們太小了 那時候我特別回家 可是我是大媽媽的 我一直對著我兒子說 後來我都回家了 到我兒子走去那年吧 那時候我在蘇法裡中法 他爹在屋裡 我兒子回來說 開開嘻嘻回來 進屋裡去了 我兒子都哭了 我都媽你進去了 我兒子進去肚子 抱著肚子 要打鬼 我都抱著我兒子 不知道他打孩子什麼 我家誰為了孩子 我在這兒子 可是我 我親兒子 我都保不住了 一定得 跑 我這個手腳嘛 就是洗衣服 我都有點病 我都 給草出來了 熱開就是 下袋了嘛 什麼拿出來了 拿出來下袋 我拿那個草出來了嗎 原來我們生一隻呢 一隻呢 那時候我還好著急 後來我為我兒子 後來我的手抓呢 我兒子說不知道 為他奶奶他奶奶不知道 我兒子在那兒抓出來找 可是沒想到 後來這一隻嘛 我帶他出來就沒見巴 我一直帶著 就見巴了 我就找不著這一輩子 找不著我媽我媽的 我媽媽說這個手段是保皮阿里 可是我跟他一個人就對了 可是我媽媽怎麼想 我一定找我媽我媽去 那時候我也沒錢什麼 開始假兔子 兔子賣了我都沒手機吧 沒了手機 我都跟別人聊天 那時候我也不是你 只要跟別人聊天 我就說一會兒 我是被管賣的 你不吵吵我吧 他們都不信我 他們感覺到說我是騙子 後來我都一直聊下去 我覺得一個好事 我也跟他說 我是被管賣的 我也想走可是我走不了 他說你為啥走不了呢 我走路後他們又打我 他說這個事你是管賣的 你沒事 他們不知道你走 你是報警 一天在那看著 我說你們不帶我走 不帶牌人手上的報警 我說抓你們 那時候他們也挺害怕 他們說你越走都走 別帶孩子再走就行 那第二天 我說走吧 給我兒子說哈 我找你姥姥他們去了啊 我兒子說 媽媽你去吧 你找到我姥姥他們 會帶我姥姥他們 來看我 我為我兒子 你去不去我兒子 媽媽我不去 我這個 這裡上碗水 上碗水我都出去打過掙錢 我為我兒子 你掙錢幹嘛呀 我兒子說 媽媽我掙錢 除了老婆 除了老婆老婆啊 兩個啞你啊 那時候心裡挺黑血挺難過 我兒子那麼小 這麼堵持 我兒子知道我是苦麻 我兒子 那第二天我都走吧 出於對家人的日夜思念 娜默多次勇敢逃離買家 可身為母親的她 為了兒子 又隱忍著等待時機 當不能守護兒子的時候 決定逃離 直到一直陪伴在身邊的一隻卓子的丟失 徹底激起了納默心底 對家人深藏16年的思念 這一次她下定決心 在好心人的幫助下 用法律的手段逃離了買家 她相信堅強和堅持 會讓她離家人更近 可是我也不知道去哪裡 我也不知道我家是哪裡 好心人家說 你去我們這邊來 我就去她家了 我去她家是嗎 她家一家也對我好好 她爸爸媽媽就是買吃好吃的 她都什麼的她們吃都給我吃 那時候我感覺挺難受 這麼多年都沒有對我那麼好 我世界來的她也都對我那麼好 這好人就是你這個老公啊 是 咱們問一下老公 你認識她的時候 知道她這些身世吧 那時候跟你聊天的時候 我聽她 她跟我說 是被拐賣到山東的吧 那時候我就覺得 挺驚訝的 你憑什麼就那麼相信她 那時候我就覺得 在世界上還是好人多 沒有那麼多片子 然後我就願意相信她 你是同情她還是愛她 現在我愛她 現在是愛 對 剛開始是同情 我就覺得她過得挺苦的 那時候我經常靠 等著我這個節目我就知道 她是被管賣的 管賣的話 她要犯罰的 要追究別人的責任嘛 這兩年都在你家 對 所以我在家的話 她的頭髮都是我幫她洗 然後就吹風機球 不幫她吹好好的 然後衣服衣服是我洗的 飯也是我做的 我都不讓她做 沒有任何怨言 沒有 有好幾次 她躺在床上的時候 摸著手鐲在那裡流淚 我就知道她想家了 那時候她一個人 沒人幫她找 現在有我了 我要幫著她 那時候我開車 然後我去到哪裡 如果有名男人的話 我都會幫她打聽 那時候我是在網上發布信息 然後尋找一下她們 那個爛藏族長鄉的 派出所的電話 然後我就查詢了 然後她們說 那邊有這個名字 張大漠這個名字 有一次我就開車去了 然後我就到那邊去尋找 但是去那邊找的時候 這個人名挺多的 但是年齡又對不到也有 然後我就在那一帶打聽 打聽了幾天 但是我沒打聽到 然後我就回來了 我也知道她以前過得挺苦 我要對她好 這是我應該做的 我問你啊妹妹 你手上戴的這兩個桌子 哪個是你媽媽給你的 這是 這是當時給你一對丟了一只 你那個是配的吧 這是她給我賣的 她給你買的 那時候她跟我說 她媽媽是給她一對手桌 但是丟了一個了 然後我就在那邊買了一個手桌給她 我就跟她說 你以前是丟了一個手桌 但是我現在要給你了一只 然後補到了一對 我相信一定能找到你爸爸媽媽的 妹妹 你下一步打算幹什麼 我找到我媽媽 跟我媽媽說 女兒不想 女兒帶著手桌 平平安安回來了 手桌是保你平安的 你相信你還會平安的 你現在已經掉到福窩裡了 你這個老公對你那麼好 納默收獲的不僅是愛情 更是勇敢奔向前方的勇氣 從一對到一只 又從一只到一對 納默的桌子補全了 今日是否能夠帶她回到家人身邊呢 好 我們接到你的求助之後啊 就迅速幫你找開了 來站在這兒 張大墨您好 我是等著我巡人團的書洞 在我們的等著我融為的平台上 我們看到了你發來的巡人保密求助 我們也是第一時間幫你整理線索 展開尋找 那根據你提供的信息 你的家呢 是在雲南藍蒼大山的一個寨子裡 而且是少數民族 所以我們也是第一時間聯繫了相關的警方 還有志願者 幫你展開了實地的搜尋 我們在寶貝回家巡職網上 立即發布了巡親信息 雲南的志願者很快和我們取得了聯繫 根據你提供你曾經的名字叫納默 而一般叫納默的人 在拉固形中使用的頻率比較高 我們立即在當地拉固族人中展開了尋找 根據你找家的記憶信息 我們在雲南省普爾市的拉固族人家中 找到一個疑似家庭 爸爸叫張扎瓦 媽媽叫李娜魯 家中有一個女兒在2001年失踪 我們在比對信息的時候發現 有些信息對不上 例如你的記憶中親生家庭裡有個姐姐 但是這個疑似家庭中失蹤的女兒 卻是他們家的大女兒 於是我們一起安排你們雙方進行裁選 做DNA比對 當時選上去的時候已經到了深夜了 但為了盡快地讓你家的孩兒 早日回到親生家庭裡 所以我立即安排行事技術人員 加完加點在第一時間為你進行了基因比對應 請打開我們的希望之門 請打開我們的希望之門 好 請走向你的希望之門 好 請走向你的希望之門 Standards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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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这个宿舍 宝皮啊 能回家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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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我去拿来 是我什么都没带 带了一堆鼠奴 可是我都走了 我一定会回家 等我帮我们去 《文字幕》 准备好了吧 为人寻找为爱坚守 请开门 女儿带着手脚皮皮扼扼回来了 女儿带着手脚皮皮扼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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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别哭坏了 拿着你的家人 我们过去坐下说 坐下说 别哭坏了 来 老父亲 来 我们过去坐 过去坐 听DNA比对 张扎瓦 李纳罗 与张大墨 符合亲生关系 听说了这个事以后 这家人也特别的激动 您看今天 都穿着他们拉护俗的民族服饰 来迎接这个女儿回家 坐下以后 我们给大家介绍介绍都是谁 好 妈妈 来 请坐 这都是拉护族的衣服 对 拉护族的民族服 哪个是爸爸 这个是把爸爸坐到那边 来 这是哥哥 这个是哥哥 这个是表弟 来 你坐这儿 他们可能都说民族当地的语言 所以可能像妈妈呀 爸爸还有哥哥 没法用普通话交流 但是有这个表弟 待会儿给我们充当一下翻译 妈妈他们有什么想说的 我们听他 来帮我们翻译一下 好 妈妈都还有 我想你 我没有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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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爸爸介绍了这是闺女女婿 给爸爸介绍一下那是谁 叫一声妈妈爸爸 他们对你女儿很好 应该谢谢她 谢谢我对爸爸 谢谢我给你妈 谢谢 那么妈妈说 你的那只镯子丢了 我的那只镯子丢了 然后老公又给买了一只 问问妈妈 这镯子是保平安的吗 对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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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大木 要说的是 就是你记得那个姐姐 为什么后来我们刚才小太 也说有点对不上呢 其实是你记差了 实际上家里去世的 是一个妹妹 所以你是大女儿 这是没错的 在女儿中你是排上老大的 而且我们得说 真得感谢妈妈给她留下的这个镯子 因为就是凭借这个镯子 我们才去对谁家 当时做的姑娘 有这个镯子 才对上这个信息 所以 那么你留了这么长时间 妈妈说保平安的镯子 你看 今天保了你的平安 保了你回到亲人的身边 谢谢 我想问一下 就是 她是云南什么地方人 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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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当时走的时候 被拐走的时候 已经16岁了 为什么对这些都记不清呢 当时 那墨呀 可能她也不太会说普通话 也是后来被管到山东以后 慢慢的才会说普通话 我们分享 记得少数民族的这个名称 跟普通话上对不上 所以只能大概记住蓝仓 就是如果 发现自己被拐了 要第一时间联系警方 拨打110就可以了 警方接到报警 都会马上解救 这个买主 是从2015年10月1号 一律追责 但 她这个当时那个买主的 对她有虐待行为 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 也是应该追究刑事责任的 这个我们也会要求 这个山东的公安机关 进行调查 依法追究 当时那个买主的刑事责任 她总共也记得 她回家最重要的一个信物 是她的那个手镯 就是这个家族 留给她最重要的一个信念 好好的活着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 在大家的帮助下 她能够回到家 一方面 是她有一个回家的愿望 而另外一个方面 是当她努力去寻找回家的路上的时候 也会有好心的人来帮她 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 她的善良 她的坚持 才能够让这一家人 最终的一个团聚 愿天下所有的女儿 都被好好地珍视 我们也研究了一下 她这个家庭 还是非常贫困的 所以我们圆梦基金 想资助他们家庭 两万块钱 谢谢 谢谢 非常感谢 谢谢大家 这是什么呀 包里 不过的别的 她们说今天是一个团聚的日子 穿上民族的衣服之后 还要给女儿再跳一曲 民族的歌舞 像送女儿出嫁一样 妈妈不哭了 高兴的时刻 请出费 你喝吧 都别伤害了 凌啊 姆马 你喝 爹 4 好 非常好 那么带着你们全家 走向你们的幸福之路 走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节目录制后 纳莫回到了云南蓝仓拉户组老家 妈妈摸着纳莫手腕上的平安镯 久久不愿放开 因为不管过了多少年 女儿终于带着平安镯平安归来 当妈妈再一次为她梳起了头发 当淳朴的一家再次跳起了拉护族舞蹈 纳莫终于开心地笑了 让我们祝福这位拉护族姑娘和她的家人永不分离